本節目內容包含投資的詐騙 奉勸所有最近投資失利 又或者花了大量冤枉錢在投資的陷阱上的朋友 請現在好離開了 以免各客的螢幕又或者電話 因為情緒波動而受損 Hey guys, 我是Curve 科技進步得快 所以人類或者世界都變得很快 我們為了可以令自己 不要說生活 要生存到 也要保持著學習 終身學習 溫固自身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講關於虛這個成語 以前是什麼意思 溫固 還有現在有什麼新的意思 資深 大家上網查不到的 因為是我想出來的 好, 今天先來講一下 虛這個字本身怎麼解釋 虛是可以解釋 空白 抽象 或者虛弱 現在有新的意思 就是這個虛擬貨幣的虛 作為名詞利用 今集是主要集中在這個無牌的虛擬貨幣 先講講第一個虛字的成語 虛張聲勢 原本的意思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 嘩 嘩 就只有一個惡字 好像 大家有沒有看過兩隻狗呢 大家互相在隔著門的時候 就很惡 大家打開門的時候 就死狗 三人門的狀態就是虛張聲勢 即是怎樣? 即是假裝很厲害 樣子很來勢 空空大 其實是沒問題的 而至於現代的虛張聲勢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虛就是 無牌的虛擬貨幣公司 找來很多知名人士 很高調地宣傳自己 發出很強大的氣勢 第二個 虛有其表 應該很多人都認識的 顧名思義 即是只有樣子 甚至乎 表面好像很好 實際上是內裡敗稅其中 而現在的虛有其表是什麼意思呢? 就即是這個 無牌的虛擬貨幣公司 為了令大家 信任它 增強它們的說服力 令大家肯投資 他們就找來全部都是有頭有臉 有血有肉 physically有血有肉 的人走出來宣傳 沒有一個是V 全部都是真人 就令你覺得 嘩 你這麽大粒的東西 都去投資 應該信得過了 啊 虛有其表 第三個 虛位以待 這個虛就是空間 留下空間等待 等什麼呢? 通常都是等機會之旅 現在的虛位以待就是 放下這個無牌的虛擬貨幣 等有人還算 第四個 乘虛而入 原本的意思就是 趁找到一些空隙 或者找到虛弱 趁它病 拿它命 這個意思 就趁它這個時間 這個時機 這個位置 去侵入 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的乘虛而入 就是 看到是虛擬貨幣 不管它有沒有牌 總之就入 總之就上這艘船 乘虛 入 是虛幣就對了 第五個 一人存虛 萬人存實 原本這個意思 就跟三人乘虎一樣 意思就是一個人說 就假了 但傳傳有很多人說 就假都變真 而現在的一人存虛 萬人存實 有一個公司或是組織或是代表人 扔虛擬貨幣出來 最後一萬個人湧入去投資 實就是什麼 放實的的的錢進去 萬人存實 第六個 浮明虛擬 這個可能大家比較陌生一點 其實大家會看到 ABAB 浮 虛 都是一些 很虛無 很空泛的東西 然後 名利 意思就是 對那個人來說 名利也不重要 而現在的浮明虛擬 意思就是 浮明 名字是不是真的 不要緊 最重要是虛 虛擬貨幣 有利可逃 在現今世代 要賺大錢 思維一定要夠跳脫 所以不管公司是不是真的 不要緊 很多公司都是掛名字 最重要是虛擬貨幣 可以幫助我賺大錢 這個才是最重要 浮明虛擬 第七個 故弄懸虛 這個應該都有很多人聽過 故弄懸虛 本身的意思就是 故意使出一些狡猾的手段 去做到那樣東西 好像很神秘 好像等你高深莫測 其實可能是很簡單的 或者根本是沒有出現的一件事 可能是假的 是一些很抽象深刻 沒有的東西 就在那裡裝了 有些東西 很圓 而現在的故弄懸虛 都差不多意思 特地 弄到一些虛擬貨幣 很圓 你都不知道 你入之前 都不清楚 究竟 它是真的存在 還是不存在 而入完之後 你看到那個數字 更加是 就好像你看那些烹飪節目 有得看 沒得吃 那種很圓的感覺 大家明不明白 好像是自己有 好像不是自己 好像擁有了 好像沒有擁有 最後一個 紫虛烏有 這個應該很多人有聽說 Tree Gun 之前在立法會 倒轉了第2個和第3個字 說了紫烏虛有 我現在知道什麼叫道聽途說 主席 紫烏虛有 原本是指一些 實際上 並沒有存在過的事物 而現在的意思 就是說現在這些 無牌的虛擬貨幣 實際上 等等 那個意思好像跟以前一樣 最後都是一句 老生常談 其實無論是什麼投資產品 都應該要了解清楚 才好投資 就不要看到 好像有很多大粒東西宣傳 就一定信了 別人說什麼你都在 清楚明白 清楚明白 躺在身上投資 然後坐以待斃 真的會隨時虛不受保 所以現在要特地提到 之前某一個合作提案 之前有人想找我宣傳他的網站 一看就知道 詐騙的成份極高 水分極高 應該叫做 所以那個時候 我已經特地拍一條影片 去說 大家真的 哪有那麼大粒 大家隨便去跳 有興趣去看那條影片 所以我就沒有接到這些廣告 我不會 我也有報道 能不能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